076箭路争容 看得见偷不着 韩国网民越看越破防 从航母到两栖攻击舰 中国有的韩国都要有 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心 韩国人与其说是恨中国 倒不如说是恨自己不是中国 一 中国的军费一直在蹭蹭涨 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韩国的感受 最近朋友圈里有小伙伴 给我分享了一则趣闻 原始信源是韩国某网络论坛 一群韩国网民在论坛上 你一舌我一嘴 叽叽喳喳的热议起了 已经见路争容的 中国新一代两栖攻击舰076 按照这些韩国网民的说法 目前正在建造中的 076型两栖攻击舰 在近日已经揭开了神秘面纱 和他的老前辈 075型两栖攻击舰相比 076不仅拥有更大的排水量 甚至比美国现役的最强两栖攻击舰 安美利加急还大 而且076在技战术性能上 也更为先进 它采用时下非常时髦的 双舰岛设计布局 而且还配备了一条 和福建舰相同的电磁弹射器 这让它具备了支持固定翼飞机 在海上进行航空作业的能力 有说法称 中国目前正致力于研发的 攻击11隐身无人机 就是为076配套的 如果这一说法属实 那么076型两栖攻击舰 将有望成为世界上第一款 真正意义上的无人机航母 如此一来 076或有望接过阿美利加急的皇冠 登顶世界最强两栖攻击舰的王座 围绕着这个话题 许多韩国网民在评论区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中国的军费一直在层层涨 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韩国的感受 如果换作是我们想要造这种军舰 中国人怕不是马上就会把破坏东亚和平的大帽子 扣到我们头上来了 说真的 看着韩国国内那些左派重置和中国人穿一条裤子 我就气得不打一处来 为什么中国能我们不能呢 这不是笑话吗 一个忘记了历史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 最应该铭记这句话的恰恰是这些左派蠢货 如果说075型是一艘普普通通的两栖攻击舰的话 那么076型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艘小型航母 没想到中国的造船能力已经强盪到了如此地步 真是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 我突然想起来了 之前是不是有人说过 现在的日本已经惹不起韩国了 因为韩国已经强盪到足以令日本感到战力的地步了 但中国这个家伙不愿意 他太可怕了 和我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 其实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夸张 就人口和经济而言 韩国现在的国力和日本相差大约两倍 可即便是这样 日本也是无论如何都战胜不了我们了 再等等吧 等一百年后 中国的人口规模减半了 我们应该就能战胜他们了 你们这些没骨气的投降派 当初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 也有一群像你们这样的人 也是这样在吹嘘俄军装备如何先进强大 如何不可战胜 可结果呢 现在成什么样了 我本以为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就不会再有人给赤色这你当精神孝子了 没想到现在又冒出来了一群软骨头 呵呵 你们说中国的武器性能已经超越了美国 简直笑死个人 你有证据吗 如果只看纸面参数 连额着武器都超过美国了呢 能说得出这种话来的人和白痴有什么分别呀 我们不能再小看中国了呀 中国的军费开支是我们的五倍多 我们连一艘航母都没钱造 但中国人造航母则跟下饺子似的 当我们还在为造出了国产隐身战机KF-21 而欣喜若狂的时候 中国已经成功逆向山寨了美国的F-35 再一个 中国在无人机技术方面本来就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从战力上来说 美国肯定是无庸置疑的天花板 但中国也是排名世界第三的军事强国 我们和中国之间依然横抗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就算中国人公布出来的076的规格和参数都是假的 但一想到中国人造这玩意儿像下饺子一样 我就有种几倍都在发凉的感觉 我觉得韩国最起码得造1000枚高超音速导弹才有安全感的 海军军舰的养护费用极其高昂 最后甚至会到无法承担的地步 到那时要么是转手卖掉 要么就是提前报废 现在经济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下 中国却还在这么疯狂的建造这种吞金兽 中国人到底想干什么呢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事情 中国人觉得他们烧得起 那就让他们烧呗 我倒要看看中国最后是怎么在这场军备竞赛中被耗死的 据说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 中国一年建造的军舰吨位 就比我们整个韩国韩军的军舰总吨位加起来都多了 哎哟中国这家伙真是的 到底是想干嘛 非得玩那么大吗 没事的 中国造出来的军舰也好 飞机也罢 都是徒有其朴的架子货吧 不堪大用的 真打起来了 还是得靠人海战术来玩数量压倒质量那一套 二从航母到两栖攻击舰 中国有的韩国都要有 话虽这么说 可美国的造船工业已经完蛋了 就是就是 美国现在甚至就连维持现有舰队规模都很难 谎论增量 那还怎么跟中国拼 美国的造船业已经崩了 要不然也不会委托还有造船能力的友好国家 比如日韩来为美军维护军舰 美国似乎正变得越来越孤立 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视盟友 而是维护本国利益放在了第一位 这种转变最后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我其实还挺好奇的 无外乎是从一个全球霸主 蜕变成一个区域大国 对我们韩国人来说 眼下最令人担心的是 美国的势力衰退之后 东亚的局势会如何演变 就算是在韩国 现在也没多少人 愿意去造船厂受那份罪了 赚的不多 活还累人 美国的劳动力比我们还紧缺 谁吃饱了撑的 愿意在造船厂这种地方呆着 雇佣外国工人吧 也有麻烦 总之这事就是不好整 要想抵御中国 韩国非得掌握核武器不可 那些反对韩国拥和的人 要么是白痴 要么就是间谍 我们总得做点什么呀 不能光这么干耗这样 韩国也得提升本国的国防实力 完成统一大业 中国志在必得 接下来恐怕 就要把目光转向朝韩了 我们迟早有一天也会面临战争 你们不觉得中国人的076 和我们韩国的独岛级两栖攻击舰 长得很像吗 韩国人的这股子酸味隔着泡菜坛子 我都能闻到 虽然评论都能看得懂 但韩国网民冲着076破防这事 在我看来还是有点难以理解 因为就连韩国人自己都说了 他们自己也有诸如独岛级 这样的亮旗攻击舰 对着我们的076无能狂怒 属实是没有必要 你们也想要 那你们自己造 不是说韩国的造成工业 独步全球吗 中国也就是这两年才后来居上 区区一条两栖攻击舰而已 这又不是福建舰那种航母 身为后来人的我们都能造 该不会领先了全世界那么多年的 韩国造成工业 反而整不了吧 不光是两栖攻击舰 我后来问了别人才知道 原来韩国这几年还计划过 要造正儿八经的航母呢 2021年在这一年6月 于韩国釜山举行的 国际海事防务展上 韩国首度对外展示了 本国的航母设计方案 而且一展示就是两套 一套是大宇造船的传统方案 它在外形上 类似传统的两栖攻击舰 但是舰岛设计 却采用了时髦的双单元布局 大宇造船的航母主要依靠 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 美制F35战机来复能 总体方案较为保守 就自身设计来说 并没有太多亮眼之处 另一套则是 现代中工的改良方案 和大宇造船那艘几乎 和两栖攻击舰 没啥区别的船相比 现代中工这艘 看起来明显更像航母 除了同样采用双舰岛布局之外 现代中工的方案 还采用了和现代航母相近的甲板布局 而且还在舰手部分 整了个像模像样的 和我们的辽宁舰山东舰 颇有几分形似的 华越式跳台 虽然它的战斗力主要也是靠F35B来提供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至少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 这两套韩国国产航母方案 均被称为CVX 而且排水量都在4万吨到5万吨之间 这个规格比我们的三艘航母要小 但是要比075大 算是挺标准的中型航母的身材 按照韩国军方最初的设想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CVX的总体方案将于2022年敲定 2023年开工建造 2030年前后建成服役 整个项目预计耗资约2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42亿元 建成并服役之后 韩国将有望成为东亚地区 第三个拥有火产航母的国家 然而这毕竟是我出的节目 所以韩国人的CVX计划不出意外的 最后还是出意外了 2022年随着尹熙悦的上台执政 因为嫌弃CVX计划耗资太大 而且定位不明 所以该项目随被树枝高阁 相关工作的进度也随之停摆 三韩国人不是恨中国 而是恨自己不是中国 可即便是这样 韩国的造船公司依然没有放弃挣扎 在2023年的韩国国际海市房屋展上 现代中共再次展示了 他们最新设计的CVX航母 和两年前的方案相比 2023款的CVX长得更像现代航母 现在重工 这回干脆连老气横丘的华越式跳台都不要了 直接一步到位整了个全职大甲板 甲板上还有两条电磁弹射器 不仅可以弹射阴眼舰载预警机和F35B 而且还能弹射韩国国产的KF-21N舰载机 不仅如此 2023年款的CVX的吨位 也因为面多加水而暴涨到了7万吨 这个技术规格已经可以和我们的辽宁舰 还有山东舰等量齐观了 属于是正二八斤的大型航母 如果韩国要是能把这玩意儿给造出来 别说是在东北亚 就算拉到世界上 那也是排得上号了 现在只有中美两国造出了电磁弹射航母 如果能把CVX给憋出来 那韩国也算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三 但是这并没有什么用 2023年12月 在当时韩国官方发布的2024年至2028年韩国中期国防蓝图中 虽然CVX是被提了一嘴 但是详细的发展规划却不见踪影 用韩国国防部的话说 CVX项目的前景究竟如何 还有待有关各方对航母方案做进一步研究 简而言之外人问 这CVX到底还来不来啊 什么时候来啊 韩国国防部就回答 无来 遥想当初CVX航母的模型刚公布的时候 我们的076连影子都见不着呢 现在眼瞅着076都快声明如成熟饭了 韩国那边还在对CVX的PPT和模型改了又改 我说怎么076这种一看 就不是奔着韩国去的军舰 也能把那么多韩国网民给看破防呢 何着是看几无恨人有的酸萝卜心态在作祟啊 总之还是那句话韩国人与其说是恨中国 倒不如说是恨自己不是中国 不知道这些瑞平076的韩国网民有没有读过鲁迅的孔一己 如果读过的话 我觉得他们此时此刻 应该挺能和孔一己产生过敏的 国庆之后秋风是一天比一天凉 看看将近初冬 我整天抱着富贵 心想也该给他贴球标 一天下午网上没有异装趣闻 我正在刷着手机忽然间收到了一堆私聊截图 中国人公布出来的076的规格和参数都是假的 中国的076就是抄袭韩国读岛的 中国的军费一直在蹭蹭涨 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韩国的感受 这些截图虽然尺寸都很小 却看着很眼熟 我定睛一看 原来都是韩国网民的评论 评论画风一个个都酸不拉几的 不晓得是吃了多少套菜 才能有这般口气 韩国网民见了076又问道 你们中国造这个是要干什么呀 中国网民听了也伸出头去 一面说韩国人吗 偷重庆江景图那事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说法呀 韩国网民很颓唐的仰面答道 这下回再说吧 你们先说说你们这076 你们造这么好的船是要干嘛呀 中国网民仍然同平常一样 笑着说韩国人 你们是不是又看上什么东西想投了呀 但韩国网民这回却不十分分辨 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 取笑要不是想投 怎么说话都这么酸不拉几的呢 韩国网民低声说道 都是吃泡菜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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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眼色很像恳求中国网民不要再提 此时网上已经聚齐了好些的围观群众 韩国网民眼看争辩不过便说 我们才不稀罕你们的076 我们也有CVX 这一句话引得众人都哄笑了起来 一时间中国的舆论厂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不一会偷走了中国网民的图 韩国网民便又在旁人的说笑争中慢慢的走开了 自此以后 我又长久没有看见韩国人的CVX 到了年关中国网民在网上留言 韩国人的CVX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呀 到了第二年的端午又说 韩国人的CVX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呀 到中原可是没有说 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韩国人提CVX 我到现在终于看不到他了 大约CVX的确死了吧